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4日,星期六,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z节目 在这个周末呢,我想今天花一些时间给大家讲几个关于这个疫情有关的小故事 这几个小故事呢,跟平时给大家第一时间播报的这个疫情的新闻不一样 我想呢,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从一个更加形象的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疫情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第一个故事呢,就是40多分钟以前CNN报道的,就是一个pandemic thriller 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流行病的一个很惊悚的一个电影 这个呢,也是一个相当于是电影的一个genre,就是一个主题 比如说爱情片啊,或者说是惊险的片啊,就是这个词 或者是documentary啊,是这个纪录片呢 曾经被很多出版商拒绝认为他太不现实的这个书呢 is now getting a wide release 现在呢,被非常广泛的就是,就是相应是出版出来了 我们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这个图的封面 他的作者呢,叫做Peter May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一个作家 他的大主题,书名叫做lockdown,就是lockdown 这个lockdown就是武汉当初的封城的意思 也是现在很多美国的这个各个州 各个城市,以及世界各地的国家 还有这个州之间的这个lockdown,这个封城 然后,副标题是The Crime Thriller That Predicted a World in Quarantine 就是一个关于这个犯罪的一个惊悚片 他呢,预示着这个世界被相应是自我隔离了 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来自这个英国地区苏格兰的这个作家Peter Gay 他之前的这个小说呢,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小说 而最终呢,在现实中甚至成为了一个现实上演的一个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写完这个lockdown这本书的时候呢 是2005年,距离现在呢,有15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2005年呢,那个时候是SARS刚刚过去了两年时间 他在这个书里呢,就写着一个global pandemic 就是全球的大流行病 15年之后呢,现在终于因为现实世界中上演的这个全球大流行的这个新冠病毒 使得这个超过了100万人被感染 这本书呢,才最终呢,在这周四的时候 也就是说仅仅两天之前而被出版出来了 当时呢,很多这个出版商觉得他写的这个太不现实了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他这本书的这个基本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写的是以伦敦为背景的 他在这个书中呢,把这个伦敦描述为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这个中心 而且呢,他说因为这个大流行病呢,使得伦敦的这些政府官员不得不把伦敦市 就是进行了一个lockdown,进行了一个封城 很多年前呢,有一些出版商呢,这个作者肯定是问了好几个不同的出版商 这些出版商呢,全都说这个小说是什么呢 Extremely unrealistic and unreasonable 極度的不符合现实,而且不合理 所以呢,这个作家他也很无奈 他甚至把他写的这本小说呢,完全是放到了家里的一个角落 而且最终呢,他忘了他还写过这本书了 但是直到有一天呢,他的一个粉丝在推特上问他 说,你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书关于这个全球的流行病呢 所以他说,我想了想,然后我就意识到 其实我之前写过这本书 然后呢,他就告诉他的这个出版商 然后这个editor这个编辑呢 就基本上是一下子从他这个座位上跳起来了 他这个编辑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 读完了这个作者写这本书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说,this is brilliant 这个你太聪明了 We need to go,we need to publish this now 我们现在就要出版这本书 所以呢,这本书叫Logged Down 现在已经在英国的亚马逊网站上开始销售了 现在呢,他还是在销售这个电子版本 这个Kindle的版本 但是呢,在4月30号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个相当于是纸质书皮的这种传统书 而且会有一个audiobook就是有人来讲的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展现一下 这个就是亚马逊UK这个网站上 英国亚马逊上正在卖的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本书呢,他现在这个Kindle电子版本的售价 只是4块9毛9 但是还没有这个印刷体的这个纸质书皮的数量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